那今天在澳门还是有人用手工做的这种无花朵蜜 那也是一种土生仆人创出来的饮料 那美食的部分除了我们讲吃了以外 那其实吃的地方其实也很有趣 那个用餐的环境 比如说左边这个是1870年建的陆军俱乐部 它旁边有一个军营叫加斯兰军营 那是普洱兰人当时在一个海岸线的不同地方 它有它的一个小炮台有军营这样子 那这个军营的旁边呢就有这个陆军的俱乐部 那它以前呢就是给一些军队的人 就是在这里就是搜索啊 然后玩乐啊聊天啊 然后还有图书馆啊这样子 那这个曾经因为那个葡萄牙人 他们在葡萄牙的军队在70年代就撤出澳门了 这个有一段历史今天没有办法去展开 就是70年代的时候 葡萄牙人他们推翻了一个独裁的政府 建立一个民主政府 OK 那个叫那个康乃兴革命 我不知道台湾人可能也会有听过 这个康乃兴革命之后了 他们也撤出军队了 他们的新的政府的主张是 以前这些不国人去占领人家的地方 然后去做殖民地都是不好的 所以他们撤出他们的军队 所以这个陆军俱乐部曾经荒废一段时间到了90年代初之后了 把它改建成一个餐厅 所以下次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最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就是提供土生菩菜 但是对于很多澳门人或者是土生菩人来说 最好吃的土生菩菜就是一些很小的 还蛮看起来蛮简陋的菩国的小餐室 你看就装潢没有什么很漂亮的 没有很亮丽的 然后地方还很小 OK 那但是他们往往了他们都有些家传的一个 一些菜谱跟做法 所以口味都是非常独特 所以下次去澳门可以去看看 好那就是我这个跳过好了 待会有时间再讲 好那我们讲完美食之后了 就是希望大家用15分钟时间讲一下这个澳门的建筑 因为刚讲说 有人说葡萄牙人在澳门流伤的就是建筑跟美食这两个很重要 那我们在2005年就登上联合国的那个世界文化遗产 好那 这个对澳门来说还蛮有代表性的 因为这个登上世界文化遗产让澳门人终于知道原来我们这么有历史 OK 那当时他第一他曾经他一开始他希望把12座的建筑就来去申报 那就后来呢就有一个古迹评定协会 那他们就是会给意见一些就是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那他们呢其实我觉得非常聪明 因为澳门你说 当然比如大三八还是还是很很漂亮很有价值 那但是他们觉得说 你们这么多老建筑在这个老城区 他说你们不应该说一动一动的去申请 你们应该把他们这个整个城区连起来 有广场有老剧院有老教堂 然后呢把它变成包装成一个历史城区 那所以呢当时就用了历史城区的这么一个package去申请 那结果呢就成功了 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了 好那我觉得很好玩 因为对于澳门人来说 当时我们的那个历史意识还是非常的薄弱 还是要靠联合国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方的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就本土人没有去发现 好联合国告诉我们澳门很重要 然后呢他在他的官方的那个文件呢就说 澳门呢是全亚洲一个非常独特的 还保留还蛮完整的 有东方跟西洋的建筑都共存的一个老城区 他说这样的案例其实不多 因为呢在里面呢 他不只是一栋两栋的很漂亮的建筑 他里面有中国最老的教堂 比如说这个教堂是我家附近 叫做圣老宁座堂 就是St. Lawrence 我们叫做丰顺堂 那当时很多人在这里 就是家人要出海 在这边给他祈福的地方 有最老的剧院 钢顶剧院 到现在澳门的音乐节 艺术节都在那边有表演 那个正位应该看不少 对不对 钢顶剧院 好有最老的收院 澳门有一个圣若氏 圣若氏收院 就是St. Joseph的收院 收道院 有最在中国最古老的欧洲慈善机构 就是那个仁池堂 现在在伊士廷前 地的那个白白的建筑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很有趣 因为我家就住在这个教堂旁边 我在31岁搬家之前 自己搬出来之前 我都住在这个旁边 我从小到大 我听着教堂的终生长大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问 这个教堂有什么历史 这一区的老建筑到底怎么回事 都真的都没有问 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东西 会视而不见 那直到你有一种觉醒 你用一个新的框架 新的标准去看同一个地方 你才会有发现 那我当时就是 直到2002年 我第一次因为有一门课 我里面要牵涉到一点点 澳门的历史 我当时就很困扰 因为我刚刚跟你们所说 我从来没有读过 关于澳门历史 你没有像你这样的老师 逼我去做类似的报告 那我都不知道 我还不论是不论的